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前面的学习,我们对MateLabel的矩阵处理、数值计算、符号计算、图形绘制等功能有了较深入的了解。 MateLabel还提供了Semulink软件包,用于对动态系统进行建模与仿真。 今天,我们开始学习专题9,Semulink系统仿真。 本专题共分为四节,分别是Semulink仿真基础、子系统的创建与封装、S函数的设计与应用、Semulink仿真应用举例。 下面学习第一节,Semulink仿真基础。 我们先介绍Semulink操作环境的启动, 然后介绍系统仿真模型的创建,以及仿真参数的设置。 这些内容是使用Semulink进行系统仿真的基础。 我们先看如何启动Semulink。 在安装MATLAB的过程中,若选中了Semulink组件, 则在MATLAB安装完成后,Semulink也就安装好了。 启动Semulink有三种方法。 一是在MATLAB主窗口,选择主页选项卡。 再单击文件命令组中的新建命令按钮。 然后从下拉菜单中,选择SemulinkModel命令。 二是在MATLAB主窗口,选择主页选项卡。 在单击Semulink命令组中的Semulink命令按钮。 三是在MATLAB的命令行窗口,输入Semulink命令。 这时将打开Semulink的起始页。 在Semulink起始页,单击BlankModel按钮, 就打开一个模型编辑窗口。 模型编辑窗口,是建立仿证模型, 设置仿证参数,启动仿证的操作窗口。 利用File菜单箱的New命令, 可以建立新的仿证模型。 利用File菜单箱的Open命令, 可以打开已经建立好的模型文件。 在模型编辑窗口, 单击Library Browser按钮, 将打开Semulink模块库浏览器窗口。 此时,可以通过鼠标, 将模块库中的模块, 拖动到模型编辑窗口, 再将各个模块连接起来, 就构成了仿证模型。 建立仿证模型, 是系统仿证的重要步骤。 我们先看看Semulink模块库浏览器窗口。 它包含两个窗格。 左侧的窗格, 以书状列表的形式, 列出了所有模块库。 单击某个模块库, 即在右侧窗格中, 列出该模块库的子模块库。 再双击其中的子模块库图标, 即列出该子模块库的所有模块。 Semulink模块库, 大体分为两类。 一类是基本模块库, 即Semulink模块库。 另一类是专业模块库, 种类很多。 例如, 单击Semulink模块库, 将显示基本模块库中的全部子模块库, 包括, 常用子模块库, 连续系统, 仪表盘, 不连续系统, 离散系统, 等等。 如果双击连续系统子模块库图标, 模块库浏览器窗口左侧, 展开了Semulink基本模块库的全部子模块库, 并且, 目前选中连续系统子模块库, 又才显示了连续系统子模块库的各个模块, 包括微分环节, 积分环节, 二节积分, 等等, 可供连续系统建模使用。 模块是构成仿正模型的基本单元, 在模型编辑窗口中, 添加所需要的模块, 并将各种模块连接在一起, 就构成了系统的仿正模型。 下面介绍Semulink模块的操作。 关于模块的操作有很多内容, 这里介绍最基本的操作。 模块的添加, 要把一个模块添加到模型编辑窗口中, 首先要在Semulink模块库浏览器窗口中找到该模块, 然后用鼠标将这个模块拖植到模型编辑窗口中即可。 模块的删除或复制, 这和一般的文字编辑操作是一样的, 需要先选中模块, 再按删除键, 或在模型编辑窗口选择Edit菜单项中的Cut,Copy,Paste等 剪贴板操作命令。 两个模块的连接操作方法是, 先将鼠标指针移动到一个模块的输出端, 当鼠标指针变成十字形光标时, 按住鼠标左键, 移动鼠标指针到另外一个模块的输入端。 当连接线由虚线变成十线时, 释放鼠标左键, 就完成了两个模块的连接。 连接线的分支是指从一根连线再分出一根连线。 操作方法是, 先连好一条线之后, 把鼠标指针移到分支点的位置, 先按下Ctrl键, 然后按住鼠标拖跃到目标模块的输入端, 释放鼠标和Ctrl键。 模型窗键完成后, 将模型存盘有两种方法。 一是在Semilink模型编辑窗口, 选择File菜单项中的Save 命令, 或Save as 命令。 而是单击模型编辑窗口工具栏中的Save 命令按钮, 将模型以模型文件的格式存盘。 在模型编辑窗口, 打开模块参数设置对话框, 有三种方法。 一是双击要设置的模块。 二是选择要设置的模块。 在模型编辑窗口, 选择Diagram菜单项的模块参数命令。 三是右击要设置的模块。 从快捷菜单中选择模块参数命令。 模块参数设置对话框分为两部分。 上面一部分是模块功能说明。 下面一部分用来进行模块参数设置。 例如, 真选择模块参数对话框。 用选择可以设置它的复值、 偏移量、频率、相位、采样时间等参数。 仿证模型创建之后, 还必须对仿证时间、仿证算法、输出模式等各种仿证参数进行设置。 在模型编辑窗口,打开仿证参数设置对话框有两种方法。 一是选择Simulation材单中的模型参数设置命令。 二是单击工具栏中的模型参数设置命令按钮。 在仿证参数设置对话框中,仿证参数分为七类。 我们重点介绍SOLF参数。 用于设置仿证起始和终止时间,选择微分方程求解算法并为其规定参数,以及选择某些输出选项。 仿证算法的选择,首先设定算法类别,固定不长或编不长算法,再选择具体算法。 不长固定和编不长包含多种不同的具体算法。 这些算法可以用于求解各类微分方程。 不同的系统需要选择合适的求解算法,才能得到正确结果。 因此,了解系统的特性是非常重要的。 例如,对刚性问题,可以选择编不长的相关算法。 设置完仿证参数之后,单击模型编辑窗口工具栏中的Run按钮,或选择Simulation菜单项中的Run命令,便可启动对当前模型的仿证。 前面介绍,前面介绍了Simulink建模与仿证的基本方法。 下面看一个例子。 利用Simulink仿证,分别显示正线曲线和余线曲线。 同时显示Cent对Cosent的变化曲线。 这应该是一个单位圆,仿证模型如图所示。 正线信号,由信号源模块库中的正线信号模块提供。 余线信号还是由正线信号模块提供。 只是相较设为2π。 把仿证结果送给示波器模块和xygraph模块。 其中示波器模块设置为2个输入端口,分别显示Cent和Cosent对仿证时间的变化曲线。 Xygraph模块显示Cent对Cosent的变化曲线。 模型建好后,将模型存盘。 设置仿证起指时间为0到2π。 仿证算法为固定不长ODE5算法,即5节浓格库塔算法。 启动仿证,双击示波器模块和xygraph模块,就可看到仿证结果。 利用Semilink进行系统仿证,通常包括三个步骤。 首先,要建立系统的仿证模型,包括添加模块,设置模块参数,进行模块连接等操作。 其次,就是设置仿证参数,包括选择仿证起指时间,求解算法等。 最后,启动仿证,并分析仿证结果。 前面,我们按照这样的步骤,介绍了Semilink仿证的基本操作。 这是Semilink操作的基础。 今天的课就到这儿。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